葛斯奇晒出汪小菲S妈高清头框罩 互直播进账金额创新低 女星大S曾与大陆商人汪小菲结婚 两人婚姻只为迟十年就宣告破局 大S离婚后火速汗多年前的男友韩星聚俊叶结婚 汪小菲为此多次在社群平台上表达不满 更曾表示要到台湾,最后却没有如实抵达 近日汪小菲悄悄抵台与S妈聚会被葛斯奇拍到 S妈否认后,葛斯奇晒出高清图片 据报道,S妈否认葛斯奇拍到自己 对此葛斯奇近4日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透露看到相关新闻后的想法 我虽然有老花,但不至于看错吧 如果不是S妈,那肯定有双胞胎 她直接晒出当天拍摄到的图片 只见S妈戴口罩穿着国外套走在前面 汪小菲走在后面 还有张S妈和汪小菲站在路边的照片 狗仔葛斯奇过去曾爆料汪小菲 这次汪小菲回台 她发挥专长跟拍 直播讲解汪小菲与S妈会面的全过程 众人吃完饭走出饭店后 汪小菲对S妈说丈母娘上车备 两方关系似乎有所和缓 后来开回大S豪宅汪小菲提前下车 自己要不抵达市区 葛斯奇事后在Facebook透露直播 总共两个半小时 线上人数最多是高达两六万人 准备直播过程大约花费15个小时 都没有算油钱等成本 结果最后直播进账只有113.06元人民币 大约500元新台币 葛斯奇直呼大家不要再觉得狗仔好干了 骂我之前也考虑一下我努力过阿尔哭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也认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